好 加油 大家好 我是XFORM唐九昭 今年脱口秀太火了 所有人都来说脱口秀了 何广志 徐志胜来说脱口秀 还说得过去 就连身高183 高考成绩647的我 自称财貌双全的我 也跑来说脱口秀 那真的是 感谢快手能让我蹭到脱口秀的热度 来说脱口秀我特别开心 今天有个主题叫做 有句话不管不知 在这看一眼 好 有句话不知当奖不当奖 既然来了 不管当不当奖我都要奖 今天我就要抱抱艺人的料 我就是这个艺人 我这个人吧 拖延症很严重 不到最后一刻完全不着急 上次我带我奶奶去旅游 然后我们都到高铁站了 我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然后我们就吃了个饭 喝了个奶茶 上了个卫生间 结果我发现时间不够了 然后我就带着我奶奶在高铁站狂奔 旁边还有人喊 慢点 年轻人 没看过扶老奶奶 还带卡二倍速的 我还有个毛病啊 就是懒 能用脚的东西我坚决不用收 躺在沙发上看件事啊 桌上有东西我就会用脚去勾 其实我懒这个毛病啊 从小就是被我奶奶惯的 我太依赖我奶了 这次我来参加节目 我跟我奶奶说 奶奶 我要去参加抄哪次大会了 然后奶奶摆摆手说 行 别管了大孙子 奶奶去帮你撕 听说智盛也有个小毛病 就是自己看书之前啊 必须沐浴更衣 你都不知道他是爱看书 还是爱洗澡 其实说这些都是开玩笑 我认为小毛病 其实都不是大问题 就比如懒 懒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人们懒得洗碗 所以发明了洗碗疾 懒得洗衣发明了洗衣疾 懒得扫地 就发明了扫地机器人 所以小毛病 也许有一天 会让大家进步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千万别让小毛病变成了大问题 谢谢大家 我是XBOUND 谭九胞 谢谢 厉害 谢谢小胞 小胞 自然很紧张 但是不要偷我们的脉 好的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技能吗 我有个技能 就是大家看太多遍了 不知道还想不想看了 就我可以反手把自己套住 我甚至都听不明白 你我只能看一下 行吧 来一个 来一个 好难啊 他这玩意怎么来了 我虽然不知道厉害在哪里啊 但是我特别想看徐志胜啊 你叫我帮帮你啊 你别帮我 你都把我包死了 这样 这样 对 然后这样 从这个圈里 对 努力 我再努力 使劲 我是不是弄错了 这样 这样 弄错了 往里翻一下 对 就这个圈 这个 对 对 这里有个圈 你告诉我 这里有个圈 这是个圈 这个圈 对 就是这个 来来 背 有点魔幻 你使劲 背 我怕你把你刘海弄乱了 那 那这个不行 走 我也有个绝技 我可以捋刘海 观众就会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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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